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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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在当中如果怕热就是火气大 但是我从开始找人体的开关之后 我完全不这么想 因为它就是有那个体伤 体伤就是我说的这些腰痠背痛或是哪里 那体伤你没有解开它会怕热 有时候会怕热怕热 那你一解开了它就不会通了就不会 对对对 而是体伤造成了它的感觉作乱 不能冰敷啦 不可以冰敷 你现在说脖子里在热 对对对 这里热是不 没有冰敷啊 蛤 你冰敷啊 不可以呢 温敷呢 温热 你现在要听我的喔 以前听的都没准什么 没有冰敷 这样更晾晾的 哎呦 我现在给你捏捏 你会更晾晾 我们这里的温敷 这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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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痛啊 我告诉你啊 这里痛的开关是在这里 等一下我会教你 因为它几乎很多开关都伤了啦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就是让你知道 这里管的是脚底 对 脚底还有这里脚 脚这里 还有甚至竹背 所以它这里会痛 一样是这里引起的 不然你都听这这这这对吗 不听啊 你说的这 听这是什么 啊现在我这样摸会不会 我现在摸会不会 没有啊 没有啊 要稳敷这个才会开 他以为红红就要冰箍 对对 这样就越严重 因为它这里的开关就会 越来越严重 我现在这咖差不多 你这咖这边会痛吗 这咖这咖这咖也会 我知道这咖这咖也会痛 你现在是都说这啦 我给他处理这 没有啊 这咖都没有啊对吗 你再試一看 皮皮疙瘩 这样应该不行 就对 这是整个 这咖都会疼吧 这咖都不会 这咖都吧 这咖都不會 这咖都会疼吗 你没有看看 这里会疼吗 噼也感੍ 噼也感动 噼也感动 vatore 让啊 所以他一直吃一些寒凉热 或是冰箍它就会疗加重 到最后整个就变形 也是这样 那它这里痛 这里还有脚底 好 先帮你内侧再解决 你看它左脚它靠着鞋它不会叫了 之前你靠着鞋它就没叫了 你看走太多了 还感到还挺吗 对对对 还可以 好 这个肋风湿性关节炎 因为患者年纪蛮大 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我在揉它屁股的时候 我那个力道非常轻 怕它承受不了 然后它进来的时候 走路就不是很灵活 然后感觉也有一点体力衰弱了 所以趴的时候非常危险 大家一定要记得 有些人如果不懂 你这样从头部一直按 按到臀部 然后都不去问 有时候按得出问题 你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我按它的时候 让它趴的时间非常短 然后按完我就问 有没有改善 确实按完都有改善 它其实 前身几乎都有问题 它的腰痛我也有处理 下背部那里有一个特别痛点 按完它腰酸就改善 那两腿本来是不灵活 按完臀部它也比较灵活 那最主要都是 它睡觉的时候就是晚上足底热 然后甚至内侧 会痛到睡不着 那它以为那个是骨头变形 也就是它自己以为那个是肌炎 或是像我们说的 尿酸引起的痛风 那个都有红红种种的 它都觉得那个是在那里骨头在痛 我跟它讲骨头是不会痛 那跟脚踝都有关 所以当脚踝按开之后 它这个就改善了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都是冰敷的 因为它痛起来都会热热 它的着热感 它以为就是一定要冰敷 那冰敷它就会稍微舒服一点 但也是因为这样不断的错误 所以到最后痛也没有解决 而且它又有吃西药 然后情况感觉不但没有好 而且越来越严重 甚至一些关节都变形了 那我帮它处理完之后 它说它要冰敷 那我们是用热温敷的 那温敷完我发现 它那一天开关按开之后 它就很愿意接受温敷 而且蛮舒服 我们一温它很快就睡着了 所以很多患者感觉灼热 热那个都是假的 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蒙蔽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谈论热人的时候 我还是语重心长 就是说所有这些热相的症状 那中医把它误以为是热性体质 把果当成因 结果很可能就会冰敷啊 或用寒凉药啊 类似这样 那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病情 那你看西医都是用寒凉药 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好 那另外他的手有问题的部分 他也是医生告诉他 要反复握浅练习手的力量 要不然怕萎缩 但原始点已经很明确的提出来 就是这个手指头有问题或变形的 不能握前处理 这个动作是一定要避免的 但很可惜外面的好像附健的 好像他们都会叫患者做这些动作 然后患者病情也没有改善 甚至加重 所以这些细节患者在讲的时候 我们处理上就要多注意 那这个患者其实他的 这些疼痛或着热感 虽然全身都有 年纪大难免 但我发现按推他很快就可以解症 其实是不麻烦 也就是他早期因为也不了解 有什么更快速的方法 所以才会让这个病情拖的那么久 好 那这个内风湿性关节炎 我就补充到这里